欢迎收看股息熊哥 我是雪民熊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 现在我们台北股市 现在是上涨70点左右 今天预估量能大概在1600亿 整个盘市是一开高之后 现在最高有涨109点 现在稍微拉回一点点 我认为因为今天在12点的节目 在盘中直播的节目 我也有说到像量能来说的话 盘中一度有到1639亿 一估量 这个量能的话 我认为是有点高有点多 最好的量大概是在1200亿到1300亿 不要一次量能马上扩增到这么大 如果扩增到这么大的话 那这量能是谁提供的呢 这样子反而对后市的行情来说的话 整个推升力道会 很多人认为说是整个是量价齐扬 但是我认为来说是有人提供筹码拿出来卖 所以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手中的一些股票如果比较算 算比较弱势的一些股票还是有一些很多 很多一些股票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再拉回它如果不是很强势一些 如果不是很强的一些股票的话 可能会很快的拉回来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北股市今天 今天是跳功开高 跳功开高的哦 昨天来说三大法人士还有持续来买超 现在台北股市现在 我有昨天也有说过 我们的月线季线两个通通在往上走 那短时间短期间它不会马上回来 它会持续往上推升 这它不会马上它不会马上的回头 还会继续再稍微再上涨 那也如我所说的今天再持续往上涨 那今天来说的话 我们台北股市上涨的幅度 其实最多109点其实是不多 美股的费半 昨天的费半这涨得才多 这涨得多少呢 2.79% 这如果换算成我们台股的话 大概是200 290点左右 290 所以这涨幅才是大 这费半 当然他们跌也大 涨幅比较大 这是费成半逃底指数 那操作上来说费成半逃底指数 昨天我也是有预估说它是会 那我也预估说它会上涨上来 那也预估今天晚上费半的话还是会再往上走 因为现在美股 现在美股来说 现在美股是整个行情来说的话 现在是我们看一下它的电子盘 现在美股的电子盘是小道琼是上涨288点 288点 那当然也会有推升到我们台股 整个的价钱指数我们也是有推升 那找盘的时候也有推升 再增加推升力 还有加上路股 路股也今天也大涨 今天还是持续在大涨 这一半我估今天还会再涨 那再涨的话它就突破这个颈线 这个整个的整个颈线 今天我预估它就会突破了 这是费半 这是我认为它会今天会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天来 这是昨天 我也是说它月季线都往上 当然是持续看多 这价钱指数 价钱指数 我在哪时候告诉你 开始要看多呢 9月3号 10570到10580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要看多 我要做多 做多当然要做什么 当然不是大盘 当然要做多 还有再加上台 要做多是要做多期货 台子期 台积电呢 我跟你说一波比一波高 一波比一波高 再比一波高 台积电今天不是再上去了 今天再上去了 我有说过在10 10在这一个 它突破这个颈线 突破这颈线 在8月30号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10596这里颈线 要做什么 做多 做多的话 期货要哪边开始做 当然要等它拉回来 等它拉回来 10570 10570 做多 这我也在公开 在节目上也告诉你说 要做多期货 10570 就在9月3号的10570 这在 我在露营的时候是在盘中 在这十分钟的解盘 也是在盘中 一点的时候露营的 我也是跟你说 10570这里附近要做多 做多 这是台子期 那现在台子期的报价 我看一下 现在是在10730 这样子有多少点 160点 用10570 因为当时价格是比它更低的 大概已经到10560左右 10560 在十分钟解盘 在一点的时候 大概是10560那附近 现在是10730 这是期货我们做多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股票 那股票来说的话 今天股票 我在这个节目 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广明 那一波比一波高 这个已经讲 从在这个 从8月7号 一波比一波高 这今天再创高 今天最高来到48.8 广明 那这样子我们从 我们从8月7号 是11.1买的 到今天为止上获得多少 16% 16% 这样有16% 那还有像有来索取 有来拿这份资料的 到目前为止都是16% 那这样股票 它不是一些小型股票 它也是有价有量的 而且它是做AI人工智慧 广明 广明 那一波比一波高 那我跟你说 我也在节目上 已经讲过很多次 它会来挑战这个钱高 and 这个钱高 那还有多少利润呢 那你自己算看看 这是 这是我们操作的 我们会员的股票 广明 它是做什么的 机器人 今年拼倍增 今年要倍增 这是广明 那我们之前所操作的 像金居 这已经PCB 铜箔基板 这个材料上游 这已经都做完了 这已经获得了结 还有国志 这个 这是做伺服器 云端储存设备 这已经做完了 这我们买的时候 买63.8 我们卖在74.5 获利也46% 都很短的时间 都是在很短的时间 因为我们把它获利了 那你如果像我们现在 还有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欢迎来拿这份资料 我们广明之前的话 广明这些股票 我都有 你有来电 或是有到我赖声务券来索取 我都有给你 那现在 现在都有获利都有16% 这些股票很好买啊 这广明都有有量有价 这都有量有价 它也不是天天涨停的 它也不是天天涨 那我在节目上我也告诉你 不管它每一天的涨跌 我还是来告诉你 我的测标还是广明 还是一样还是广明 那资料股票 资料股票 资料股票 这个是它的周线 它也即将到往上来推升 它挑战这个的高点 前部的高点 这样子就有10% 这个高点就有30% 那欢迎你来电索取 或是到我赖声务券来这边来索取 多可以 那我们现在手中的还有像 波罗威拉环球晶这些股票 那还是持续续报 那我跟你说的像 像2327的像国聚 那这些股票还是 也还是你尽量还是避开 因为他们的毛利率 现在已经降得蛮低的 那这些股票也要避开一下 还有像2454的联发科 这些股票它涨多了 还有昨天跟你说的8086红杰科 那也不要再追了 那这些股票 我也在节目上也是 还是告诉你这些 那也希望说你能够 有些股票能够避开 那也能够看我的节目 也能够赚到一些钱 那同时我也希望说 能够跟我们会员一起来操作 这样能整个波段的行情 整个波段的行情 那我也祝你投资顺利 那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